短短五十年的人生早已昭然而去 但因為中共黨魁的風聲而死無安寧 魯迅的名字相信大家都算熟悉 不過他真是中國文壇姓仁呢? 他是中國的民族魂嗎? 他是新文化革命旗手嗎? 又或者他只是死後被人綁架在神壇上的一尊道具 一個與日本擁有特殊關係的人 一個尖酸刻薄而拋棄了祖宗文化的人 魯迅生於1881年的9月25日 死於1936年10月19日 本名叫周樹人 浙江紹興人 他曾經留學日本學醫 但最終還是放棄 回到中國後才在杭州教書 後來在國民政府的教育部工作了14年 他的工作主要是遺漢字註音 同時他也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教授 在那裡他遇到了許廣平 在北京的時候 魯迅還兼任北京大學的講師 因為他當時 和身為北大校長的蔡元培 關係不錯 魯迅還和北大設計了校徽 55歲的一年 魯迅在上海病逝 當時 幫他扶寧車的有宋慶寧 蔡元培 沈君宇 巴金和蕭君等 他的官幕還披上了一面民族魂的旗幟 不過後來在魯迅的故居 黨魁江澤民 為他提寫了民族魂 魯迅在生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罵過他 而死後 又被共產黨吹捧和讚揚 這個轉折點 是他死了一年之後發生的 1937年10月19日 魯迅在逝世一周年的紀念大會上 毛澤東第一次正式公開評價了魯迅 說魯迅的思想、行動、著作 都是馬克思主義的 他是黨外的布爾什維克 毛澤東還評價魯迅說 魯迅在中國人的價值 據我看 要算是中國的第一聖人 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 而魯迅就是現代中國的聖人 再後來 毛澤東又為魯迅 帶上了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 革命家的銜頭 不過 在以後的很多日子裡 也只是後人 並不覺得魯迅 能夠稱得上是文學家 認為他連一篇長篇的小說都沒有寫過 最重要的是 認為他對中國文學的創新 也沒有多少值得讚揚的貢獻 他的很多文章 都是按照文言敏語法和日語的習慣寫作的 對中國讀者來說 顯得有點怪異 而魯迅的大部分作品 都是習文之類的 而且只是在這些文章中 忽視自己的情緒 很少有令讀者眼前一亮的感覺 也有人說 魯迅不配做革命家 因為他從來沒有參與過革命 他最多算是一個左派民聯的帶頭者 而且他一直拿著國民政府的高官口錄 在享受著言論自由的同時 也享受著豐厚的稿費 過著非常高級舒服的生活 假如說魯迅是新聞學運動的推動者 但是讀了他的文章之後 留給人的就是深深的壓抑感 完全不能激發革命的鬥志 相反是令人感到更自卑無力 在大陸中學課本裡 曾經有很多魯迅的作品 但是就並不受學生的歡迎 普遍感覺魯迅的作品 文字灰塞 看不到希望 具有壓抑感 有學者研究了魯迅的作品 認為在他的一生中 很少有寫過批評日本人的文章 而重點 多數是放在嘲諷 嘩苦中國人的身上 將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 推崇的溫、梁、公、劍、楊 這些美德 拋諸老後 但是就用吃人兩個字 來概括中國文化 有人甚至懷疑 他是不是日本人的特務呢 魯迅曾經說過 1906年 他在醫專課堂 看到老師播放的 日俄戰爭的環燈片 裡面有中國人 幫沙俄刺探情報 被日軍逮捕後 以間諜罪窗壁斬頭 大量本地的中國人 圍觀這些場面 這讓魯迅認識到 醫學 並非是一件重要的事 凡是如藥的國民 即使看格如何健全 如何壯絕 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 視眾的材料和觀眾 病死多少 是不必以為不幸的 所以 我們第一要做的 是要改變他們的精神 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 我那時 以為當然要推文藝 於是他就決定棄衣重文 不過有人就發現 事實並非好像魯迅自己所說 魯迅的親弟弟周作人說到 魯迅留學日本仙台醫專時 成績不好 他最好的倫理學83分 其餘的德文、物理、化學 都只是60分 藤野先生教的解剖學 只有59.3分 屬於不合格 這才是魯迅棄衣重文的主要原因 因爲他無法申請獎學金 雖然有藤野先生熱心的幫忙 但也難有喜悉 這反而是嚴重挫傷了魯迅的自尊心 當時 魯迅既有經濟困難 也對醫學有慰難情緒 覺得前路迷惘 所以就借回國的機會絕學 據魯迅在立喊自罪的介紹 他的老朋友金森二 有一次來看他 見他在做古兵的抄本 覺得沒意思 就勸他說 你可以寫些文章 當時中國搞革命的知識分子 正在辦一份新青年雜誌 魯迅問金森二的意思 用白話來解釋 大概是說 假如有一間鐵屋 是封閉 沒有窗口的 更難以打破 但裏面有很多熟睡的人 很快就會被焗死 在昏睡中死亡 他們不會感受到死亡的悲哀 現在你大喊大叫 驚醒了比較清醒的其中一些人 令這些少數人 來承受無可挽救的臨死前的痛苦 你認為對得住他們嗎? 這麼深意回答 這樣既然這幾個人都醒了 你不能說 一定沒有打破這間鐵屋的希望 對此 魯迅認為 沒錯 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 不過說到希望 就是不能抹殺的 因為希望 是在於將來 卻不能以我的無法證明 來接服他之所以為的可能 於是 我終於答應他也寫文章 這就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從此之後 就一發不可收拾 每寫這些小說無樣的文章 來敷衍朋友的觸托 即是有十幾篇 這樣看來 魯迅就算25歲就說 棄衣從文 而真正開始寫作 是他38歲之後的事 而且還在朋友的鼓勵和敦促之下才做的 這樣與中共宣傳的關於魯迅的故事 是完全與事實相違 魯迅在為人處事上 也不算是大家風範 大陸流傳的幾則 關於魯迅的故事 就反映出他性格上 根根計較和心胸合責 我們先說一說 魯迅去剪頭髮的故事 有一次魯迅去了一家理髮店 理髮師傅不認識他 就隨便簡簡單單地和他剪 誰知魯迅 還是很豪爽地 給了理髮師很多小費 過了一段時間後 魯迅又去那家理髮店 理髮師自然就非常高興熱情 拿出全部的漢家本領 謙謙公公地 萬公出細貨 幫魯迅剪頭髮 打理完之後 魯迅就拿錢出來 一張一張 數給理髮師 不過一個仙也沒有給多 理髮師很不理解 魯迅就向他解釋說 你上次媽媽呼呼地剪 我就媽媽呼呼地給 你這次認認真真地剪 我就認認真真地給 再一個要說的是 1926年 魯迅仍要為某間出版社 撰卸書稿 他事先打聽到這間出版社的稿費 不把標點符號包括在內 就故意在他的書稿中 通編也沒有一個標點符號 該出版社的編輯看了書稿後 用難以斷據的理由 要求魯迅補回 魯迅就提出條件說 既然要作者加標點符號 分出段落章節 可見標點還是必不可笑的 既然這樣 標點也要當自計 出版社沒辦法 唯有把標點符號也計算了字數 支付了稿費 當時魯迅每個月的收入 大概是250至300個大洋 換了今天的收入 應該相當於月薪3萬元左右 可見他還是兌稿費 根根計較 據說那時幾篇評論文章的稿費 可以給魯迅等人 在北京買一個黃金地皮位置的四合園 回到我們再看看 當年在日本留學的魯迅 學後的魯迅 並沒有立即回到中國 而是在東京 過了三年休閒富裕的生活 有研究學者表示 1906至1909年 魯迅滯留在東京的歷史 很值得懷疑 他當時既沒有職業 也沒有家庭資助 但是在東京過著富裕的生活 還有日本旅遊照顧家居 同時還資助二弟在日本留學 那資金從何而來呢? 有人推測 可能是日本的特高科 給他工資 作為要他視探中國留學生動向的報酬 直到特高科 派他去中國執行其他任務 他才離開日本東京 魯迅和一位日本朋友的來往關係 十分密切 他這位朋友叫做內山原造 在上海開了一間內山書店 內山原造在中國 是以書店為房子 掩護自己 為日本收集情報 收買親日漢奸 魯迅在他的文章 《魏自由書》的後記裡提到 他完全知道內山是日本間諜 但是魯迅 一點也不被毀自己和內山的心口友誼 1935年5月的上海社會新聞有文章指出 魯迅和內山原造的關係非常密切 是落於作為漢奸議 日本佔領上海南京後 內山代為管理商務書館 日本投降後 內山又成為上海幾十萬日本僑民的首領 這也能夠證明 內山是一個很有背景的日本間諜 據網路城邦介紹 1915年 趁著歐洲各強國 亡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日本逼袁世凱政府 簽署21條 袁世凱甚至賣國的責任 不能他一個人擔當 於是他就要政府公務員 集體簽名同意 不簽名的就要被辭職 魯迅就簽上了自己的大名 魯迅為了配合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宣傳 寫了大量的文章攻擊中國政府 詆毀中國人 宣傳亡國理論 在魯迅的筆下 中國的文化等同垃圾 中國的書只會害人殺人 中國青年動不動就被日本人殺戮 不是因為日本人殘酷殘忍 而是因為我們不認真 我們的水也沒有日本的水溫柔 總之中國什麼都不如日本 魯迅認為 日本是注定要 像蒙古人那樣征服中國的 魯迅不僅用筆為日本服務 還直接配合日本情報官員 賊喊觸賊地霧滅陳其昌 拿了日本經費 並且借民國政府的刀殺人 陳其昌當時在上海 堅持做地下抗日 最後被日本人抓起來 裝進麻包袋 亂刀刺死 又不鬆口扔進大海 魯迅用他的筆 為日本人剷除了這位抗日志士 魯迅還罵那些 不肯接受亡國論 要堅持抗日救亡的名人 被他罵的有張士超、楊陰宇、胡錫、梁秋實、林宇棠、徐志摩、陳元、李四光等等 但是魯迅就動不動用狗、下巴狗、走狗、落水狗之類的詞語去辱罵他們 而這些人並沒有為日本人做事 更加沒有領日本人的津貼 魯迅在宋戶抗戰時躲在租界召妓裏 還得意揚揚地寫在他的日記裏 1936年 魯迅肺病加重 一直由內山園做 安排水藤醫生治療 日本人對魯迅這麼費心 魯迅臨死前的10月17日 還抱病拜訪了陸地梗和內山 第二日病情加重 第三日便離開了人間 魯迅為什麼還要在病得這麼重的時候去見日本人呢? 難道有什麼特殊的事件需要交代? 看中國發表的一篇文章 《魯迅 漢奸 還是 》指出 魯迅寫作《高峰時代》 是由北伐之後到抗戰之前的10年 是中國迅速醫治封建創傷 民族貧藥、恢復健康、保存體力的10年 是例兵抹馬、整肅軍紀、強化國防、 擴大外交、備戰強敵的10年 不過這一切 我們能夠在魯迅的作品裡看到嗎? 你能夠從魯迅的幾百萬字 所謂大作之中 看到日本的殺氣騰騰 迫在眉睫的威脅嗎? 看到國民政府的一些積極的進步嗎? 答案是 看不到 魯迅在這樣的一個民族生死為奸的關頭 為什麼就不號召抗日呢? 相反 我們看到的是 魯迅對國民政府的一切活動 無不極盡冷嘲熱風 挖苦無滅之能事 諷刺新生活運動 諷刺民藝界 國防文學和抗日文學的口號 魯迅在此諷刺中國的一切 其中包括中藥、中醫 包括傳統文明和儒家文化 包括歷史輝煌和科學貢獻 由他口裡說出來的 是缺不看中醫 是中國的書納裡 只寫著兩個字 吃人 甚至要徹底廢除中文 說中文不滅 國無希望 我們看到的是 商勢裡那個 唯唯諾諾的小知識分子 看到的是 祝福裡面 不能抗拒悲慘命運的臨長嫂 魯迅是揭露中國社會的黑暗面 看了之後 你會感覺眼前一片黑暗 更覺得那個時代一片黑暗 你絕對不會想到 要再為國捐區奮鬥 說到這裡 再看看 令無數魯迅迷難以想像的是 1932年1月28日 上海松戶抗戰爆發之後 日本人進攻上海 當國軍十九路軍八百壯士 肉血粉戰的時刻 魯迅就在1月29日 急急忙忙 抓到日本人內山的書店 2月6日 再由內山書店的店友 護送到英國租界裡 內山書店分店避難 4月份 當十九路軍抗日最慘烈 全國大支援的時候 魯迅就在避難所 整理三閒閘和二深閘 國難當頭 由根本上說 魯迅所起毒的作用 對於當時抗日危急的中華民族來說 是具有極大分裂性和殺傷力的 就像魯迅所說的 是匕首一樣狠狠地 似向多災多難的祖國 看中國這篇文章的作者感慨說 即使無數學者為魯迅塗脂抹粉 將它描繪成一個所謂民族魂 即使共產黨可以感謝日本人的侵略 提供給他們奪取政權的唯一生路 即使共產黨可以感謝魯迅對國民政府的攻擊 即使魯迅的文章被共產黨認為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但是作者要說的是 魯迅絕對不配做中華民族的族魂 這期節目取材於新紀元雜誌 新紀元致力於深度報導全球大事 特別是中共政壇內幕 被譽為中國問題專家 請點擊shop.epoachweekly.com網站 將能夠看到近700期的雜誌實體書刊 和80期的電子版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